我让你老胡 是我 我 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演技爆棚 而又紧张刺激的反转大快人新剧 故事一开始 身为天成集团经理的陈琪琪 正拿着一本合作方案 在大厅焦急地等待着 原来是本市最大的上月集团 选中了和她的公司合作 李总 你好 给我介绍一下 我是天成集团的陈琪琪 陈琪琪 不敢 不敢 李总 感谢您在多家公司之中 选择了我们 这是我们的合作方案 您或许 那就打扰你了 您走 您走 看着 您走 在这一段 从琪琪那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能看出 两家集团的实力差距了 而在画面的另一端 李总的弟弟正被姐姐带着溜弯 弟弟小吉此时吵闹着要找大哥 无奈的姐姐依依指得给大哥打去电话 李总便说你先带小吉去公司等我 我忙完事就过去 两人这边正打着电话 无聊的小吉打算和依依玩闹一下 便往前跑了起来 而此时正好有一个无赖司机正打着电话 浑然不注意前面的路况 正好遇上了跑过来的小吉 小吉 哦 上鸡 上鸡 哇 哈哈哈 好啦 而嚣张的司机撞了人不仅不道歉 看自己的车被撞上了 竟然上来就开骂 你个小崽子是没长眼睛吗 是不是眼瞎呀 看姐弟两人竟不顾自己 司机怒火中烧 上前一脚就踢了过去 而小崎也不惯着他 顺手就抓起地上的泥土砸了过去 本来无赖的司机就想讹人 眼看自己的爱车又受了一次伤 更加的怒不可遏 上前就要教训小崎 而眼前只有瘦弱的依依上前拦住了无赖 但根本阻拦不住 只见司机又猛的一脚踢了上去 真是太可恶了 在这里祈求大家长按点赞一下 给姐弟俩一些支持 谢谢大家了 见对方很不好惹 依依连忙道歉 想着对方撞了我弟弟 这赔偿我也不要了 于是连忙拉着小崎想走 但此时司机却来劲了 立声让两人站住 嚣张地说 怎么呀 撞了我的车 还砸了我 就想这样跑了呀 在这里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了 无赖就是无赖 依依力争地说 明明是你先撞的我弟弟 而且 你的车也没什么事 但司机可不管那些 就是想讹姐弟俩 于是也不隐瞒了 直接说 你俩给我拿出五千块钱 这事就算完了 这是百米了讹诈 而姐弟两人 也只是出来溜弯 身上哪里带那么多钱 于是 依依掏空身上的口袋 找了一堆零钱递了过去 不料 司机直接一手把钱打翻在地 说就这点钱 还不够老子 洗车的呢 依依无奈地说 但我们真的没带那么多 于是附身捡地上的钱 但此时无奈司机 却起了坏心思 没钱是吧 我看你 长得还有几分姿色 你陪大哥玩玩 我还算 挺有脾气啊 小妞 我告诉你 就这两条路 要不拿钱 这样我就陪哥哥玩一会儿 要不呢 你管这傻机子 谁他妈的别想走 大哥 要不你等我一下 打个电话 哪呀 黑便打 你不接呢 接电报料 什么 没人接呀 看来 打电话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他就只有陪哥哥玩会儿了 来来来 快来快来 快来 给我一看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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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来 快去 快来来 快去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 对吧 干什么的 你谁呀 我 我就一个过路的 兄弟 你们这是怎么了 妈叫谁兄弟呢 谁是你兄弟 都管闲事是不是 那没有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自己不会看呢 瞎呀 你怎么办 你自己不会看呢 是 大哥 我弟弟把他吃了咋了 他让我们 我这身上也没有啊 五千 咋哪了 这呢 那我去看 这 就这里 朋友 你那个车就一点划痕 一下最多人 你这一下要5000过分了吧 你让我拿关系吧 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销 你这不就是想讹人吗 我还告诉你 这个事我管定 那个 放心有我在 毕竟大功 耽误老子好事 小子 你想管是吧 可以 一次我就找你了 对 你说吧 想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合着我刚跟他说半天 白说了 还得给你解决一点 我说什么东西 你这人解决不可领域 你说你非要管 我不给你面子 你对你欺击 这样 你给我拿20万出来 我就让你们走 不走 20万 你跟车也值不了20万吗 你是不是想接下来疯了 怎么 拿不出来呀 拿不出来你管什么闲事 拿不出来你提谁出头 这根本就不是解决事情的态度 小子 从头到尾 我就没打算和你解决 滚 你你什么呀 没听到老子说话吗 老子叫你滚 大哥 你别吵 等会我哥过来 你别吵 嗯我说 嗯嗯嗯嗯 怎么了宝宝 你来找我干嘛呀 行你要来就来吧 我的冰箱路呢 好 他这明星就是看你们转的 想要炸你们 哦 那 报警吧让警察料处理 干什么呢 你手手的事后我就不是吧 追着别管他直接打 你先打一个我看他 我告诉 车是你弟弟咋的 你呀 追来的也不管用 咱给我拿钱 大哥 要不你再等会吧 我哥一会会给我回电话的 等会 等到什么时候 你真当我时间不要钱呢 我大哥他很忙的 他肯定是没听见 对 你干嘛 你这臭啥子 干你给我闭嘴 臭死了 他跟我说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都吓都别人了 我你他妈没完了是不是 天啊 伯伯 我来了 您这是干嘛呢 好 就那个臭傻子 眼瞎不看路撞我车上了 排他市场打我车 我让他们赔钱 在这给我扯动车系的 这样 我让他们赔钱 美女 你来的正好 你看一下 就那么一点划痕 他有人叫武器 你觉得很适合我 再说了 亲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他这里有问题 关我屁事啊 他他妈又不是我儿子 我对我看了 再说了 这傻子做错事件 这是不用负责任了 傻子做错事件 就里所大人了 你干嘛什么逻辑 你不是看著弄一盒化妝品嗎 啊 五千 我覺得這差不多嗎 這差不多什麼呀 你不就簡直就是鵝人 鵝你 你瞧瞧哪個病 有什麼讓我鵝的 你瞧瞧哪個病 你瞧瞧哪個病 什麼玩意兒 就是這車是你們弄壞的 你們就得賠錢 趕緊的我們還忙著呢 等一會我哥會把錢給你送過來的 相信我 相信你 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吧 我憑什麼相信你 我說你們兩個不要太過分了吧 我看 我告訴你不要過分 這他媽他就過分 好好的路你怎麼不 非要做我閒事兒 小子 我告訴你 我已經看著很不順眼了 是嗎 一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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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什麼東西啊 喂哥 喂依依 什麼啦 快過來吧我們在邊上弄了 已經惹事了被男子不想走 什麼 阿姨有聲音我馬上過了 老闆有聲音很恐怖 別他媽誰都惹 別跑了哥馬上過來了 我就在等他一會 哎老婆 妹子 你看你哥也快來了 這邊還有點事情我就先走了 大哥哥馬上就過來了 他過來會感謝你嗎 一庭小事 你們自己注意點我先走了 大哥你再等會吧 大哥 說你小他媽實笑趕緊滾 前面怎麼還車了呀 這來不及了 我先過去 你等會來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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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哥呢 咋回事啊 他不是來的嗎 哥 姨姨 去吧 他那有什麼事啊 這是他哥哥哥 看看 你弟弟那時候載我的車 說怎麼辦 哥 明明是他現在的 什麼 小雞被撞了 上哪兒了小雞 聽不懂呀 那我哥帶你去院檢查信 啊我 幹嘛呀 意思我這兒你還不管了 怎麼 還想跑呀 想跑可以呀 先賠錢 把我意思去做 還有我賠錢 你們還講不講這道理 跟我他媽講道理 在這兒我就是道理 你們今天要是不給錢 誰他媽都不想走 那你說說 還你一點吃 你要多少錢 這態度還差不多 本來呢 剛剛說的有錢 但是 也不能讓我孩子都換錢吧 對啊 一個拿一萬 什麼 請你吃個數 還你一點吃你要我說 什麼話 說誰破車呢 看不起誰呢 你媽自己都走路過來的 還說我這破車 你的口氣 你還是比小器還大呀 就是 說的這麼牛逼 你倒是賠錢呢 你們不就是想要錢嗎 我現在著急帶我弟弟去醫院 我沒工夫陪你們下車 這裡是一萬拿去 你也知道 你知道他拿錢砸我們 站住 錢已經給你了 你們還想怎麼樣 我勸你 乖乖的把錢 讓我捡起來 你媽什麼態度 拿錢打我是吧 車的事情算是解決了 但是你砸我這一下 不能就這麼算了 對 賠錢 趕緊賠錢 你別太過分了 照顧承那些沒用的 我告訴你 這一下 給我砸出內山來了 哎呦 哎呦 天啊你沒事吧 我都在幫你交通秘書 天啊你沒事 我還在這堅持 我跟你說 這一下沒有五萬塊錢 他就好不了了 你不要這麼欺負 算你做了我弟弟 別得寸進尺 你不是著急你弟弟嗎 給錢呢 給了錢 咱們就讓你走 不是進去等啊 知道我誰嗎 在這兒 我橫著走都可以 這條路 都是我大哥修的 管你這條路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看這錢砸一下也沒事 要不就算了吧 你這個創三棒 做壁對 你懂個屁呀 這是對我說 我我懂懂嗎 把嘴巴給我放乾淨去啊 你可媽責責責啊 誰呀 再給我回去試試 哪位呢 你臭傻子 弟弟 沒事吧 還不是你臭傻子惹的貨 給你錢就算了 你現在打我弟弟 你是不是我把車給你砸了 啊 啊 可以啊 啊 我就在啥啊 二說 喂小爺 你先別直接過來 你順路去營養取20萬現金帶過來 現在呢 他打電話叫人呢 要不咱們把大哥也叫過來 點的到時候吃酷 好 喂大哥 我在賓江路 你到底麻煩 你過來一趟嗎 好 這個你就不用爬了 我自有用 好 好 笑人啊 好 哈哈 你是在跟我講笑話嗎 在這地境 不管你叫誰來 都他媽給我是弟弟 我也告訴你 不管你叫誰來 只要動了我弟弟 我就會認識代價 好 我不在那補了 我先幫你看看 比我多大的能耐 是啊 這不真的是不是算了 你就別管了 這件事情 是他就有自己 親愛的 咱們這都等半天了 你拿了錢呢 你說話能不能文明點 錢馬上就到了 沒辦法 我他媽就是習慣 我再給你十分鐘 如果錢到不了 我就讓你從這兒趴回去 哥 你倆就別吵了 又沒什麼大事 你這個十三八 我勸你 趕緊給我閉嘴 我告訴你 說話給我注意一點 我現在火氣大了 我要一再觸碰我的底線 什麼 你火氣大 我幫你降降火 小小虎 你愛的 去車裡我拿瓶水過來 去車裡我拿瓶水過來 你火氣大 小小虎 沒有 怎麼樣 不要致鑼 你馬上nak 정확意知到 大虎子 那麼膜 寂靠 瓶水貸 你馬上就不知道 你馬上叫我 trying 要付 你馬上就知道 你沒事吧 我也能 我也能打我也能 把他凑下 幹什麼 不是 他哪來的球 槍還動是吧 沒事吧 沒事 是人家人了 來來 錢就在這 自己打開看看吧 我 親愛的 他自己 算你們實相 站住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事啊 錢你可以拿走 但是你這個車我必須給你砸了 臭 真以為拿倆臭錢就是嚇唬我了 你咋也給我看看 就是 你他媽也不去打聽打聽 我秋哥在這一塊 那是什麼實力 是你們能惹得起的嗎 你們別給他也不要臉 你們以為我在跟你開玩笑是嗎 今天你這個車我還就砸定了 小燕 你把車我砸 跑到公司 今天實在動一下 我看看 來動一下 我告訴我 我告訴你 馬上就來了 今天是敢動一下 老子廢了他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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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动一下我试试 没敢动我弟弟 大哥 你来了 他那傻弟弟 把我车弄坏了 他说让他俩偷起来羞辱我 他要打我的车 是吗 我今天都要看看 没敢动我弟弟 钱我们今天可以一分不要 但是继续给他个教语走 你他妈是当了谁的事 连我的弟弟的敢动 谁给你的篮子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你他妈怎么跟我大哥说话的 哎 文明点 小子 我看你的站位 也就是他身后的腰狗吧 这里没你出发的分 懂吗 你好了 今天我不管你叫谁了 你这个车被砸定了 小燕 打电话联系老李 让他给我叫他挖起过来 今天这个车我还非得给他砸了 老李 老李 我拖一台人挖起到冰江路来 顺便再叫酒地上 好 董事长你今天瞧吧 好 我看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就敢说这种大话 你他妈给我听好了 我大哥 就是天成集团的安保部部长 你在手里啊 小弟 多了他妈吓死你 天成集团 我还以为多大个人物呢 这么嚣张 台湾陈其团我就认识了 陈希奇 知道你 什么陈希奇发达 说什么呢 陈希奇是我们董事党 啊 不能认识 我告诉你 知道我们董事党名字的人多了去了 你他妈别以为这样就是糊涂 少他妈给我废话 今天这个事 老五孙出来 就这么说了 你他妈说太多 他什么 我告诉你 就算你成集团在这儿 看见我们董事党也在老老实实的 你有时候自个在这儿嚣张 笑咋走 你他妈理由你谁啊 把你的嚣张气额保持住了 我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老夫不发威 你他妈当老子吃素的 你再给老子多说一遍是 本来就是一群人渣 妈的 小杂种 把他那小杂种给我端起来 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给你们去 师傅放开我 别动 小杰 快对不起 你想干什么 放开我弟弟 你他妈刚才不是很牛逼吗 有什么事冲我来 都给我抓紧了 老子今天就问你 你给不给钱 小杂种放开 跪下来求我呀 你放开我弟弟 要多少钱我给你们 现在知道话了 啊 大哥刚刚说话没听到吗 再拿我说出来 这事就算了 行 我给 你们现在放了我弟弟 我马上去取钱给你们可以吗 小杂种 你他妈最好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 放了 我一边去 小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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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小杰对不起 别叫 好 你 带小杰先去车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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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董事长 没事 小杰 你去我联系陈七七 叫他马上给我过来 顺便问问老李到哪了 今天 我给你给他车砸了 董事长 我给你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真找了他挖鸡过来 你让我挖鸡 你叫我挖鸡 老大 你吓唬我 叫你老板爷过来干嘛 今天老科的屁事 你他妈大意给我看看 让你把你的头也挖鸡大 他师傅给我弄手 让他 小子 我看你这要是想清楚这弄 现在把钱拿过来还来得 真要是把这些玩弄了 我怕你收不了躺 他师傅给我打 我 我 我来 我操 我操 这爸妈还真准备公主啊 我會怕你 小子 我會怕你 我會怕你 我看你裝逼裝上癮了 還真他媽以為自己是個大人物 我雖然不是什麼大人 但是對付你們幾個臭臭還是足夠了 不夠了是吧 好 大哥 既然他要砸 我把你弄起來了 讓他砸 瘋了 那可是我們董事長的車 人要就砸了 他就完了 看這情況 這小子好像有點難受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 他要是把你放上車砸了 這個 你們董事長能放過他嗎 知道了 他真敢砸了 他這輩子就完了 你他媽起囂張啊 你砸個破日子 我大哥我是開路循過來的 如果不是你把我大哥的路循砸了 沒錯 就你們這樣的 恐怕還沒做過路循吧 我說 不管你們開什麼車過來 只要你敢開過來 我找砸服務 開過 開過來 讓他砸 哦 老子 你不給我等著 小子 看見沒有 價值百萬的陸地巡洋艦 羅本市里咋給我看看 小燕 叫師父東城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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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提醒你 這個 我是天津集團董事長的作家 今天走吧 你就探上車了 其實越來越遠 你說這是陳七七的車 對 這就是我們董事長的車 你今天要是趕砸了 我讓你吃不了兜著兜 我今天就讓你們死個心服口服 小燕 請給我聯繫陳七七 讓他馬上過來 好女子 你他媽還給我裝飾吧 我們董事長 是你說聯繫就聯繫的 是你說讓過來 他就過來的 你他媽是個什麼東西 這些就不用你來操心了 我告訴你們 等陳七七過來了 我當著他的面把這個車砸 我看他敢不敢說個不字 好 卻別讓你給裝著 太哥 他們就在這兒弄弄他 看他待會兒怎麼說 好 哎金總 我們樓上在京安路 你快點過來 我怕我們董事長會忍不住 讓好戲提前開始了 董事長 好 大哥 看這小子 好像有點實力 要不算了 一會兒事情鬧大了 他不好吃 換個屁也算 我都白跑一趟 貓都沒撈到雨 現在要是走了 我說你我哪個 這小子 剛才比特利二十萬 放車啊 比特利二十萬 你不咋說 這一條多 有二十萬 多個屁有完 走 小子 這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咱沒必要搞得那麼複雜 剛剛 你衝動了我大哥 我大哥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一般見識 這事就算了 到此為止 跑 還行幹什麼 都說了到此為止 你沒聽懂嗎 哦 你是沒睡醒嗎 這事是 你說算了 就是算這個 是什麼東西 你ips你給臉不要臉是吧 別以為樓上急跟過來 你他妈就牛逼了 你怎么说话的 说话最好给我注意了呀 我告诉你们 别斤酒不吃吃罚酒 最好现在就让我们走 你们说走就要走 那我起的是很厉害 不让我走 行 可以 带你说说 你今天想怎么样 我陪你们 好好玩玩 我们想怎么样 我会让你们今天的所作所在 待会儿我会当着陈其敬的面 把这个车给打 我怎么来劲了是吧 我看你怎么来了 这个行动 你怎么在那 这怎么回事 那 不是出来犯事吗 进门子 开着它挖起过来 还知道咋里的车 什么 干我的车 干什么的 别要杀我的车呀 我告诉你们 我们全都过来了 说话都他让我注意点 陈七七 以为风不响了 他妈怎么说话的 别鬼 李总 你怎么在这啊 陈总 这是你的车是吧 我刚刚给他们说过 我会当着你的面 把这个车给砸了 是个女 你 进步 李总 你 要打就打吧 陈总 您这是 公開 別過閉嘴 李總 不好意思 這手底下的不擋眼 得不得你 能夠包 您不夠包 能不能包 包 我為什麼要包 因為我在跟你開玩笑嗎 今天這個課 我抓定了 我沒說 上月集團知道的 上尾 就是上月集團的董事長 啊什麼啊 你這錯錯了 還不回去給您總道歉 回去啊 對不起 李總 不是我們兩個 過來 不是我們兩個 做得不對 是貓子 就是 李總 你這大人不就小人過 原諒我們兩個 我們知道套餘 不快 在這兒動手動腳了 你們倆算什麼東西 你們有什麼資格讓我原諒 剛剛欺負我弟弟的時候 是不是忘了 你真知道錯了 現在知道錯了 完了 我剛剛說過 我會當著陳七七的面 把這個車給麻辣 臺板 太 oluyor 要見 cowboy 甚麼 蛤 algo 你們倆吃斷了什麼 啊 你們倆吃斷了什麼 弄他媽啞巴了 說話呀 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嗎 這個人賬 開車撞了我弟 還強行讓我們來平行 現在我想問問你 他們是贈了誰的事 是誰讓他們這麼無法無天的 過來 你媽的 你們呀 真是可以呀 走走 我一定要去 多了 我沒時間看你在這玩這些小把戲 陳淇淇 你以為這樣我就算了嗎 你是當我傻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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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們真是讓我看到人心中最慘 我現在看著你這鬼臉 你這 小燕 叫師傅把這兩個車給我殺了 然後把他們兩個帶去派出我 好 你走你走你走 我 給我個面子 我給你一面子 那我的面子誰來給 行啦 誰 叫師傅動手 說 破爬 好 五頭 嗯 你看看你女兒看的好事 你看看你女兒看的好事 謝謝